今天是周围,我今天真的好看,有不同活动 这里是台湾九份老街,清晨七点多 我被窗外一阵敲锣打鼓声吸引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活动医师 咨询台湾本地朋友得知,这是参乡仪式 地上爬的是虎爷和闽南风俗类似 在闽南叫寅佛寻境 但不同的是在闽南地区 地上爬的是装扮成丝绝 字幕志愿者 刘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现在我在台湾九份 九份是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 我在这边订了一间民宿 青年旅社 人民币90多块钱 给大家看一下环境怎么样 它就在这个派出所旁边 交通非常便利 旁边就是公交车在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这边下去是停车场 从台北过来的车就会经过这里 然后我住的青年旅社就在这个楼上 旁边这里上去就是九份老街 车太多了 我等这个车走了 我再过去 这边的游客特别多 你好 我订的是女生宿舍 就像大学寝室一样的 上下两层床的这种 人民币92块钱左右 台湾这一边的青年旅社都比较贵 好嘞 已经上来了 它这外边呢 是一个露台 大家可以坐在这里聊天喝喝茶 这外边就可以看到海了 大厅没人 这个是公共用的大厅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床位房间 你好 这外边呢 是男女混住的 女生间是在最里边 就是这样上下两层的床 它这里空间还算比较大 每次去女生间都要经过这个男女混住的床位 我住的房间已经到了 这个就是我的床下铺 上下两层的床 它这里卫生很干净 我的行李箱 这边呢 有一个储物柜 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 就这个红色的柜子 你可以把你的贵重物品锁起来 台北这边呢 住宿费都比较贵 一般的宾馆的话 至少要四五百 然后青年旅社一般都是人民币八十到一百左右 它这里环境还不错 而且老板人特别好啊 他会特别细心的给你讲解 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怎么坐车 昨天他还帮我买火车票呢 虽然我在这里等公车 这个就是民宿的老板 大姐人超级好 超热钱 帮我买火车票的 你现在不做生意吗 呀 我待会要上去 这边是不是到了下午谁会多 这也好 对 现在其实每天人多 就晚上人更多 对 我昨天晚上的那么忙 对 他方管的时候 他这边有那个夜店 他主要就是来这边看夜景 对 没错 你看一下还有东西 我看一下 路线查询 你看到啊 往1062这一班 然后往劝鸡堂 对不对 对 劝鸡堂 九份老子 即将进站 应该是忙出来的 你刚刚没看到的哈 没有 那你要在这儿打 好 15块 好的 谢谢 我刷卡 谢谢你 拜拜 你有带那个伞 我带了 我刚没带 我回去拿了 因为要下雨 好 车子就行 如果没人 你要记得要蓝车 手蓝车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现在等公交车去了 现在我在这边一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这个村子 为什么叫九份呢 据说以前这里只有九户人家 他们做生意卖东西 是每户人家只卖一份东西 这就是传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村子 真的非常漂亮 这就是台湾的村庄 在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村 非常的宁静 看看他们这个村子的房子 山上还有很多墓碑 墓碑 这一片还有运动厂寺院 这就是九份的豹树山观景台 大家看看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美的观景台 这下面就是大海环海公路 这就是东海 如果环岛的话 就是走这条公路对吗 哦 那个冰海 那个冰海 黑冰海 坐在山上看滑海 这就是金瓜市村子的房子 这些房子看起来都特别老了 妹妹你从哪边来玩 你们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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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福建 福建 啊 后面妹妹呢 哪里 四川 四川 对 四川跟江湖有多远 很远 可以啊 坐飞机两个小时吧 上面这一座山就是基隆山 然后往左呢 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遗址 这一座啊 就是十三层遗址 就是以前日本人挖矿 选矿文而建的 然后这是一个大停车场 下来呢 这是一条环海公路 这边呢 就是东海 天气好的时候 非常漂亮 是不是超美 这里是一个观景台 很多人会来这里拍照 这一条就是他们的高速公路 滑海高速 沿着这个方向就可以上花莲了 很多人来台湾都是环岛七星 这一段非常美 走到这个海边 沿着下边有很多这种 像是 我不知道应该这个叫什么 像是为了加固 防止海浪 冲刷这个公路 而设置 现在我已经逛一天回来了 今天晚上呢 我们屋里来了一位日本小姐姐 这一位就是日本小姐姐 日本語 你好 我从来这位是日本的小姐姐 我从来的地方 你从来到日本 我从来的地方 我从来到日本 我从来的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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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